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Sology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教程 那上一讲呢我们讲了第一讲的一个零件 那这一讲呢我们还是继续会跟着零件去讲我们这一个Sology的一个基础 那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上海坤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顾问叫黄启明 然后呢这边的话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 大家如果有什么Sology上的问题呢可以联系到我 当然如果你看到的是啊 如果对西门子整个POM有感兴趣的 包括TCRNX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啊 那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 如果各位有兴趣就是想了解最新的西门子的一些POM的一些资讯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公众号 当然我们也会在上面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东西啊 那这边呢还是一样啊 特别感谢的就是我们的3DST论坛跟我们的鱼腰学堂啊 对着我们整一个课程的一个推广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么一个零件啊 基于这个零件呢我们会去讲到很多的一个知识点给大家 所以呢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地去听一下这个课啊 那这个零件图纸呢我已经大概的尺寸呢已经都画在这个地方了 都画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我们会基于这个尺寸呢去建我们这一个模型 那么建这个模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就是进行一个规划 我们讲对吧 那看到你一个模型之后我们怎么去建这么一个模型呢 其实在脑子当中啊有经验的设计师呢都会一闪而过啊 灵光一现 就说这个模型怎么去拆分它 那像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型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四部分 对不对 那上面的一个安装的一个凸台 对不对是一个部分 中间这个圆柱 对不对 统形的圆柱是一部分 那底下的两个安装座 安装脚我们叫底脚 对不对 底脚是不是一部分 然后呢把底脚连起来的几个筋 是不是一部分 所以说呢这四大部分组成了我们整一个零件 那么在绘制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是就非常清晰了啊 比如说你从上往下键 那你可以先绘制这么一个安装座 然后再绘制这么一个圆筒 然后呢绘制一个底脚 然后呢用这个加砍镜把它连起了 对不对 那么好我们首先呢就去 就是绘制这个模型了 第一步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模型呢 其实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你除去这两个小孔啊 你这两个小孔除去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模型是前后啊 比如说我这边画一个平面的话是前后 然后呢左右呢是一个对称的啊 除了上下就前后左右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说呢这这种模型呢刚好很符合我们这个 坐标系圆点的一个对称性 来进行一个建立 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等一下去建模型的时候 我的思路啊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先去建这么一个 安装凸台 对不对 安装凸台 这个圆的这个中心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坐标圆点 然后呢一次呢往下建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当然也有网友可能会提出 我先建这个不行吗 当然也可以啊 建模思路 就是千奇百怪啊 五花八门都可以 只要把这个模型能够顺利的建出来 然后呢能够符合你的后期的一个修改的这一个规则 那都是一个好模型 我们讲啊 它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说法说 一定要这么建 或者一定要那样建 只要符合你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流程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从上往下建了 好那我们先看到整一个上面的一个凸台的一个尺寸啊 我们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它外围的一个尺寸呢 重来一下 然后呢零度对吧 这么一个草图建完建完之后呢关闭 关闭进行什么拉伸 拉伸的往下拉 拉多少呢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55对不对 55到它的一个圆心 好 好画完了 那55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创建这个圆筒的一个外径了 对吧 圆筒的外径是多少 100 190的一个长度 对不对 190的长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画的时候呢 是要基于这个什么 ZX平面对不对 ZX平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你这个圆筒是左右前后上下都接 那个什么对称的 除了上下啊 那左右前后对称的呢 我们最好是基于这个ZX平面 然后呢 把圆筒的这一个 中心的放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直径是多少 直径是100 对不对 好 直径100 关闭 然后进行拉伸 那这个时候的拉伸呢 我们要进行什么 对称拉伸了 点动这个对称拉伸 然后呢 厚度是多少 90 对吧 就这样 上面80乘80 下面就 100乘90 那就完成了这个粗 初步的这个就完成了 接下去呢 要把它大概的一个轮廓给做出来 对不对 那首先呢 中间它是挖空的 对不对 中间挖空的尺寸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多少 76 对吧 76一个尺寸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个两毫米的一个指口 对吧 两毫米一个指口 外地是80 对不对 那我们先去绘制这个 塑料 然后呢 继续是哪个 重合这个平面 对不对 重合这个平面 画个多少的 76 好 碰一下 选中原心 关闭草图 然后呢 贯穿 对不对 贯穿之后呢 就把整一个 给出来了 第二步呢 去绘制我这一个什么 指口 对不对 指口呢 你也可以用除料 对不对 不关闭草图 是不是80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插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说 你直接画80 跟我这个76呢 就会 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 对不对 纯粹就是 超尺寸了 那如果我们试想一下 当你这个圆 画了一个80的时候啊 我们先画一个80 画个80圆的时候 当我这个76 改成82的时候 那这个80 是不是 小于你这个82了 你这个尺寸 是不是不会跟着变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种关键的这种 地方啊 因为 这个指口 我们讲 指口 你势必是外面的口 要大于里面的口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两毫米 就是80 减76 四嘛 单边两毫米的 这个语量的话呢 始终会存在的 所以说 与其有这样的一个 语量存在呢 我们就是要 用这种特殊的命令 去解决啊 在我们这边呢 它会有一个叫什么 包含 包含偏置 包含偏置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先把这条线 给包含出来 对不对 相当于复制一下 复制出来之后呢 我要基于这条线呢 进行一个偏置 左右偏置两毫米 对不对 形成多少 形成一个 外缘80的一个圆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 我一面 这个76 不管怎么变 我始终能保证 我外面这个圈 比例大两个毫米 也就是说 能始终保证 我这个指口 它是存在的 那这样呢 就是一种 关联设计的 这一种思路的体现 对不对 那像这种地方 就是要用这种思路去提前 那选中 关闭草图 然后呢 有限 这个地方就要有限了 你不能够贯穿了 两个毫米的厚度 左边一个 右边也有一个 对不对 怎么办呢 进一项特征 选中这个特征 你觉得这个特征 如果不好选的话 鼠标放到你这个 特征的意向区 在我这个放过去 两秒之内 它鼠标会发生一个变化 你会发现 鼠标的箭头右边 出现了一个小鼠标 这个时候你主要按下 鼠标的右键 它会 系统它自动会去判断 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特征 就是说在你鼠标这个 所在的一个区域的周围 它会自动的去衰选 那这边的话 它是除了2 除了1 还是拉伸2 那我这边要选个除了2 对不对 然后右键确定 然后选中XCP面 把它复制过来 好 那这个就是说 圆筒的这个就做完了 接下去是上面的这个孔 上面这个是60的一个通孔 对不对 底面不通 就是到这个位置 那你过去的时候去除了 你看 只进多少 60 对不对 放到这个坐标的原点上 往下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捕捉你这个原型的终点 也可以用这个快捷命令 穿过下一个 当然你不能穿过全部啊 穿过全部的话 底就漏了 只是穿过下一个 那这就形成了你的什么 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型就有了 那接着下去呢 我们要去创建什么 要去创建下面的一个 底角 对不对 那底角的尺寸是什么呢 中心高度是65 然后12 35 100 对不对 大概这么一个尺寸 好 我们去创建啊 那建这个底角之前呢 可能有人直接就会拉伸 然后从这个面 对不对 从这个面开始 一直往后画 画到这个面为止 那其实呢 我们讲啊 在设计这种模型的时候啊 这边三文模型的时候 尽量要去参照那种 参照不会动的一个基础 那这边所谓不会动的基础呢 其实就是 是我们这个坐标系 对不对 因为你参照这个面的时候 你这个面 你不敢保证它以后不动 或者不发生一个改变 对不对 那在我们这种顺序建模 或者传统建模 好像呢 它这个指腹级特征之间呢 它是有一个依赖关系的 当你这个面被修改 或者不存在了以后呢 你所有关于这个面的 指特征呢 都会进行一个失效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呢 最好 参照这种 不会动的 这种基础 好 去绘制这么一个 大概只剩给一个 30 对不对 高度 然后呢 距原心的距离呢 是 65 接下去呢 两边的距离是120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一边 跟这一边是对称的 我只要画一边就可以了 接下去 进行一个特征对称就可以 特征复制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这一边 给你的原心去剥一下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什么 120的尺寸 你算一下的话 是不是60 那其实呢 你不用算去算 我们Solid直接支持 120 除以 如果把切换一下 除以2 直接支持这样的一种输入 就是能够得到你这一个草图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是一个对称拉伸 对不对 对称拉伸呢 捕捉到我这个端面 OK 好 端面不成完成之后呢 这个是不是就做完了 那基于这一个呢 我们就可以 见下一个叫什么 一个两个加强筋了 对不对 单面的话 都有两个加强筋 然后加强筋的尺寸呢 是 5毫米的厚度 是5毫米的一个宽度 然后呢 基于你这个端面呢 是27.5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薄臂下面 找到我们这个雷板 好 它在Solid当中的名字 它叫雷板 然后呢 平行这个平面 平行进去多少 27.5 对不对 就是基于这个端面 27.5的位置 去创建一个雷板 或者加强筋 然后终点到 这个位置 然后呢 给一个角度 看的是60度 只要绘制完这一个 截面就可以了 关闭草图 它就能系统自动的 帮你去生成我的 想要的一个 那首先呢 这边就是说 我刚才要生成一个 悬空的 我们讲 不是一个实心的一个 类板 那你就要把这个 进行一个悬空 然后呢 深度是多少呢 厚度是5 深度是12 对不对 你往下切一下 你看 5毫米后 12毫米 或者这个宽度的 这个加强筋 是不是就被出来了 好 右键完成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加强筋呢 我们刚才看到是 基于Z X平面 是左右对称的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镜向过去 但是在镜向过去之前呢 我们就仔细看了一下图纸 它这边是带什么 带倒角的 对不对 假设说我们都带1毫米的 一个倒角 那我们给它进行一个 倒角的一个处理 导圆 导圆呢 你可以一个边 一个边的去选 对不对 但在3A当中呢 这样的操作显然是 效率太低了 我们支持什么 支持框选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想要 倒角的这个边线能力 框一下 你看 它就自动的会把你这个 边角都给管车 把你右键确定一下 就可以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两个特征 进行一个镜像 基于这个XZ平面 你可以选中V板 然后按住Ctrl键 再选中圆角 然后进行镜像 当然这边也介绍了个小技巧 比如说你要多选特征的时候 你选中一个特征之后 你只要敲一下什么 空白键 你这个鼠标键头 它自动会编成一个 自动的加减模式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不要按住Ctrl键 你就可以去选多个特征 或者去减多个特征 对不对 加减就任意了 我选中这两个特征之后 复制镜像特征 与这个面 这么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接着下去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大孔 这两个孔 这两个孔的尺寸看一下 是孔中心到断面12 两个孔就是66 对不对 然后那个孔的大小是多少 发一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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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孔 这个平面 发一时 碰孔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放一个 然后呢 点一下啊 使这边也产生一个 然后呢 使他们两个 垂直 在垂直上呢 进行一个 垂直的一个约束 就是说我不管下面这个怎么 你始终能保证这两个 在同一的一个数值线上 对吧 那接着下去呢 就是标尺寸了 到断面的距离 刚才是多少 12 对吧 然后呢 孔距之间是多少 66 然后呢 到这个外面的一个距离呢 也是12 好 建完之后呢 你关闭草图 包进一什么 向下的一个储量 向下的一个打孔 就完成了 那这样呢 整一组 右边的这一个 底角 是不是就建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对这个右边 这个底角进行一个镜像 把它进向到左边 对不对 那在镜像之前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呢 因为我这一组 相对来说 它这个特征比较多 对不对 从这个拉伸开始到 打孔 一共有五个特征 这五个特征呢 我们可以进行 什么 第一个 Shift 按住之后 最后一个 五个特征之后呢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什么 分组 分组呢 你可以给它进行一个重命名 给它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一个 右 底角 对吧 右底角 然后呢 右底角之后呢 这个建完的好处在什么呢 你显而易见 你要对这几个特征进行 一并的操作的时候 你只要选入这个组就可以了 然后进行什么 镜像 进于 CYP里面 你看 是不是就镜像过去 所以说呢 分组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对这几个 特征进行 统一的一个处理 对不对 镜像也好 然后呢 也方便 后续的进行一个排查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图片啊 对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是不是 还有一个小孔 小孔是什么呢 两个M5的一个螺纹孔 哎 我这个已经做完了镜像 也做完了 这个分组之后 这个怎么办呢 把它加进去呢 没有关系 在Solid Air当中呢 当然也是考虑到了 这个用户的这个 初始的一个体验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记住啊 在镜像之前 我们最后一个特征 做的是什么 是一个孔 注意是孔 不是分组啊 分组不是一个特征 分组只是对特征 进行了一个归类 对不对 它不算一个特征啊 所以说镜像之前 它做了一个孔特征 言下之音就是说 在我孔跟镜像之间呢 要插入一个螺纹孔 这么一个特征 对不对 那怎么样滚回到我这个 孔特 孔一这个特征呢 你只要对孔一 进行鼠标右键 选择哪一个 选择一个转道 好 转道 它这边跳出来 当然是转制啊 使模型回混到 选定的这个特征 你点一下转道之后 你就发现 镜像这个特征呢 不见了 对不对 目前为止呢 它最后一个特征是什么 是一个孔 所以说你在这个孔下面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操作 进什么一个螺纹孔 好这个螺纹孔 我可以看一下 4.55M5升15 螺纹升10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呢 打什么打孔 选项 螺纹孔 对不对 有线范围 红升15 螺纹升度是什么 10 然后呢 低角 比如说是90度的 微星低角 决定 然后呢 放在这个平面 放这个位置 给一个尺寸就可以 对不对 4.5 应该没记错 应该就是这个尺寸 4.5 高度 对 然后关闭 然后呢 这个方向 打孔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边要注意的呢 就是说 Solid当中啊 这个螺纹孔 它就是以贴图的方式显示的 它不会真的给你去 做一个螺纹除料 因为螺纹除料 这个特征 它是非常 就是 将什么 消耗硬件的一个资源的 所以说为了 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流畅性 它也是考虑到 就是说没必要 去生成了一个 真实的一个螺纹的一个效果 那是 就是说对设计 没有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设计 三维设计 最后要设计到什么 出图 对不对 你在出图的时候 我们这个特征能够保证 产生一个 就标准的一个螺纹的一个视图 正面是三分之三圆 然后侧面是两条虚线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纠结 这个怎么不像什么 其实看着还是挺像的 那么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我这个孔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我这个右底角 没有把这个孔包进来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参差一个 就是知识点 就是说特征的一个 叫什么排序 对不对 你首先第一步呢 我要把这个孔 放到这个右底角下面 怎么弄呢 选中这个孔 孔五这个特征 然后呢 左键按住 不要动 按住 往上拖 发现 你会发现在 最 应该是左边 它又 有一个 折弯的一个箭头 对不对 出现这个方的时候呢 你放掉 放到在这左 右底角 这个分组的这个栏上面 你放掉 然后呢 它会告诉你 你这个特征 要放到哪一个位置 那我肯定要放在什么 目标组的底部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就会把我这个特征 归类到我这个组内 然后你折叠起来的话 你就看不到 对不对 那接下去呢 我要把这个镜像3 给显示出来 也是怎么样 右前转到 好 你会发现 出来之后呢 它这个孔也在 对不对 因为我的镜像是基于什么 右底角 整个分组做的 而我整个分组里面 刚才已经把这个螺纹孔 给包含进去 所以说呢 它可以进行一个 统一的一个处理 对不对 非常的一个方便 非常方便 那接下去呢 那我们要做上面的一个 打孔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在打孔之前呢 我们先要对这个模型 进行一个 适当的一个修饰 你看这边都有一个 5S导源 这呢 也有全导源 对不对 全导源 那刚才说到呢 我们稍累的导源 非常方便 它可以进行一个框选 边框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呢 再进一步介绍一个 导源的另一个字 就是说你一个命令 可以导多个导源 比如说我点导源 然后呢选一个什么 10毫米半斤 就是我把这4个边 我先把它导源导起来 对不对 4个10毫米的导源半斤 入境确定之后呢 你可以再继续导1毫米 1毫米的导源半斤 是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 对不对 转过来 好 确定之后呢 预览一下 它就一次性把20跟21的导源 都给导完了 对不对 所以说导源 它是支持一次性导多个不同半斤的一个导源的 这会极大的 方便你这个导源的一个次数 你这个步骤就少了 对不对 要不然你还导两次元 导完之后呢 那我们去画上面的这个什么 打孔了啊 这上面的打孔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60×60的间距 4×M8 15 10的这个 罗文孔 对不对 好 我们直接就去打孔 选择这个 更改一下参数 罗文孔 M8 有限范围 15 孔层数多少 10 然后你去放置 注意 放置的时候呢 尽量去避开这种 你看 这种捕捉啊 这种捕捉对你来说没硬 因为我这边 它是有尺寸规定的 对不对 那孔对孔之间呢 你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如果直接参照不了呢 没办法你 差不多的位置 放一个就可以 你也不用去管它 差不多位置放一个 然后呢 进行什么 约束 这下水呢 进行什么 尺寸的一个标准 60×60 标完之后呢 你发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这个其实是基于我这个坐标系进行一个对称的 对不对 进行一个对称的 那么对称的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对称的一个命令啊 命令是有的 对称点一下之后呢 它会让你先去选一个对称轴 比如说我这两个孔要关于这个Y轴对称呢 我先点这个Y轴对称轴 然后呢 点击这个元素 再点击这个元素 你会发现 孔 这个草图啊 不是草图 孔特征的这一个符号呢 它是没办法用 这个对称命令去做的啊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啊 反正这么多版本还没进行一个改进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 其他后面这个版本的一个改进嘛 那这个怎么办呢 没法这样去做 对不对 你总不可能再标一个尺寸30吗 这样就太 显得太low了 所以说呢 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我们呢 这个时候呢 要带进一个叫什么 一个参考成络 这个草图这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你先在这个地方去绘制一个什么 60乘以60的这么一个草图 这个草图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帮助我这个孔的一个定位 你要把孔放在这个巨型正方形的时端里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你当然可以把这个 巨型草图把它变成一个作造型 因为它是这么一个参考用的 对不对 不起到真正的一个 就是做构造特征的一个作用啊 只是参考作用 然后关闭草图 往下 是不是一个次性就打成了一个 M8的事物 所以说在沙拉与当中呢 它只能 能够一次性打同一规格的 多个孔 不能够一次性打不同规格的多个孔 注意是同一规格的啊 那这个建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建哪一个 建这个周围这一圈了 这一圈的安装 对不对 看一下尺寸的话是6个M6的 化15的这个孔身 好 那这个呢 因为它是圆周阵列的 对不对 你如果一下子去化6个的话 它还是比较费劲的 但你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个途径去做啊 都可以啊 方法是有很多种的 你可以自行6的 也可以进行阵列 那像这种孔的数量的话呢 个人还是建议用阵列去做 用阵列去做 因为阵列的话 它毕竟可以 可控性高一点 你比如说阵列 下次万一 你去改型的时候 要阵列成8个 或者几个的时候呢 还是用阵列比较方便一点 你一下子这种像4个定时的话 你要把它改成 6个8个的话 它就没法改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还是打个孔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螺纹 有线范围 这个是多少 25 这个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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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这个螺纹跟我这个距离呢 是多少呢 是40 好 关闭 那基于这个螺纹孔呢 我进行什么 阵列 阵列我们第一讲 已经讲过了 最先的智能阵列 平面 阵列草图 圆周草图 对不对 它那个特征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呢 方向 然后数量 6个 可以关闭一下就可以 很方便 对不对 出来了 那接着下去 这个阵列跟这个孔 我要把它放到 这一边去 对不对 选中这两个之后呢 这就正面过来 非常方便 好 这样下来的话呢 就我们整一个模型呢 基本上就 建的一个差不多了 对不对 那接着下去 我们要去讲一个知识点 叫什么 就是假设我们 通常这种基础桌的边上呢 它都会有块凸起的 一个凸台 去干嘛用的呢 去贴名牌 或者贴其他的一些 信息用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刚才所见的 所有的一个特征呢 都是基于这个桌标系平面 或者说已有的特征平面去建 那像现在 如果说我在这个侧面 要去画一块方块出来的话 首先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参考平面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圆弧嘛 那像这种地方 比如说我们要去建一个面 或者画一个草坛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利用到 这个平面的一个构建器 这个叫平面构建器 你可以在下拉差当中 找到很多种 构建平面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这边要用到的 一个是叫什么 一个相切平面 就是说相切于我这个外表面 去创建一个平面 那这边的话是零度 对吧 零度这个位置 然后你创建一个 草坏平面 然后那你这边呢 稍微引用一下 这是多少 四手 对吧 然后这是多少呢 这个是一个三手 那所有的这个呢 你要基于我这个 模型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定位 对不对 拒终拒终 好 关闭之后呢 向里拉伸 那这个时候呢 就不能双向了 只能单向 单向呢 只能是嘛 到下一位 就是说让它切住这个圆弧面 好 最近说你看 这个特征是不是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特征就是用我刚才这个弧面的相切平面过去出来 好 建完之后呢 到此为止啊 整个 模型就做完了 整个模型就做完了 这个好像有点小问题啊 我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太深了 那么接着下去呢 我们要去经营怎么样啊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这个模型 我这个产品 这个就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 外协键嘛 有好多的供应商提供给我 那不同的供应商之间 它会 产品不是会混乱吗 那我要求每个供应商 都打上他自己的一个标识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基座的这个地方啊 我鼠标鼠在的位置 我要打上我们公司的一个信息 对不对 相当于在这个零件表面呢 要进行一个克制 那这个怎么做呢 第一 分两种啊 在这种平面上的 我们完全可以用拉伸跟橱料去做 第二种 如果是我们曲面上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 法相拉伸或者法相橱料来做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从简单的入手 就是说在这种平面上 平面上的话 我们先去绘制草图 就是要把我这个轮廓 文字轮廓先绘制出来 对不对 草图工具环境下 有一个文本轮廓 这么一个命名了 它就是专门用来给你客制用的 比如说我现在要说 KD-困德 然后呢字体呢自己选一下黑体 确定 然后呢放到大概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注意 这个草图它是不完全约束的 你要进行后期的一些加工的 比如说让它水平 然后呢 这一个点呢 跟我的这一点呢 进行一个合并 这样的话呢 整个草图就完全约束了 你可以关闭草图退出来 那基于这个草图呢 你就可以进行拉伸或者除料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进行一个拉伸 选择草图 好 记住这是一个草图 然后呢往外拉有限范围的距离啊 比如说0.2毫米 确定 这样的话就基于这个草图的 往外凸 0.2毫米这个厚度 对不对 那这是平面上啊 相对说比较简单一点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曲面上 就这个圆弧面上也要 这样怎么办呢 首先第一步我要找到一个草图平面 跟它至少是正交的 那就是说在同一平面呢 那我在Z 什么ZY平面上 但ZY平面上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进行一个 什么草图平面的翻转啊 这是我们第一讲讲过的 怎么去翻转它 我这个我就 就是按这个字母嘛 对不对 接往下输入法啊 F这样切 T是这样切 对不对 这不是 好 就是说把它切到这个位置啊 就是我的这个小的 这个是 那个小的这个什么 小的长方体 始终在我的左下 这样的话能保证 我这个草图平面 跟我想要的这个位置呢 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在工具构造下面 输入什么 黑体 昆德 自体一样啊 选择黑体 确定 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进行一下 约数 尺寸约数一下 好 放掉 关掉之后呢 在YZ平面上呢 已经有这个焊字了 对不对 这草图了 然后呢 把这个草图呢 我们要投影过去啊 在曲面 处理一下投影 投影到这一个面上 然后呢 向上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草图 投影到这个上面 好 这个时候呢 容易贩售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 网友可能说 直接用拉伸去做这个命名 记住啊 拉伸 仅限于对草图进行操作 拉伸也好 除掉也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投影的是呢 曲线 好 投影是曲线 它是带弧度的 它没办法去拉伸 这个地方呢 只能用我们的一个 法向拉伸 或者是法向塗料 去做 那我们这边 也是用一个法向拉伸 然后呢 选中这个链 你可以看到 这个链 你看都是 断开的 对不对 它在草图 一把就可以选 这个的话就是 断开 所以说 你只能用这几个命名 选完之后呢 然后它会告诉你是 向里还是向外 就是里面的 凸起 还是外面的凸起 那我们当然希望是汗子凸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朝里 注意箭头朝里 把鼠标弱一下 左键点一下 那它自动会升起一个 0.2毫米后的这一个小图 对吧 好 这个就是关于客制的 这一个小技巧 客制的一个小技巧 那接下去呢 我们要讲一个叫什么 贴图 零件贴图 零件贴图呢 比如说举这个简单例子 我在这个面上 我要贴一块名牌上去 对不对 那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 可能说 为了就是方便起见 我们直接贴张图片上去 就表示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草图 在这个平面 利用草图工具下的图片 在文字的 文本荣博下面的图片工具 去导入一张图片 比如说我在桌面 有一张这个图片 然后把这张图片给导进来 图片导进来 数一下它的一个尺寸 因为我这边刚才是45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用这个 叫什么 约束 把这个图片呢 约束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关闭这个草图 那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贴图 就是利用草图类型 是把这张图片给画进来 这样的东西 对吧 那第二种呢 稍微复杂一点 叫什么 样式 就面样式 贴图 那在讲面样式贴图之前呢 我又要去插一个知识 叫做什么 零件画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这个工具 零件画笔的意思呢 就是指给零件上色用 我们画完一个零件 你可能觉得这个颜色不太好看 像给它换上一个 你认为中意的一个颜色 这个时候就要用零件画笔去画 比如说我们对整一个零件 选择一个体 进行一个会 把它变成什么 这个颜色 你看它就变成这么一个颜色 对不对 当然你也可以单独对特征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刚才刻出来的几个字 我希望变成一个红色 对不对 你选择红色 选择特征 然后呢 这个特征就变红色了 当然你也可以单独去指定一个面 比如说我选一个Oling的面 我要对这个面进行一个指定 那么你可以单独用面这个命令 进行一个颜色 一个上色 那所以说说到这里呢 既然对面可以进行一个颜色的一个处理 那也可以对面进行一个贴图 对不对 只不过呢 在我们这个系统默认情况下 它是没有这个图片的 对不对 都是一个纯色的 所以说呢 在我们这个样式里面 我们可以去修改 和新建一个面的样式 比如说我在这个样式里面 找到面样式下面 然后你基于任何一个面 你可以去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面的样式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在文艺下面呢 你就要把这个文艺给替换 替换成什么 替换成我刚才那张图片 对不对 然后呢 进行一个设置 就是说我的比例主要是1比1的 XRUR1比1 然后你这个呢 可能是乘以方去进行观察 然后呢 你把权重开到最大 权重开到最大的意思 就是不要有透明度 就是我不透明 对不对 所以处理完之后呢 你OK一下 定义一下 再点到零件画屏 你往下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多了一个名牌的这么一个贴头 样式 对不对 选择名牌 选择这个面 它就会自动的被贴上去 当然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怎么转过来了 对不对 转过来不要紧 好 我们在这个样式里面 可以进行一个修改 选择名牌 选择修改 然后呢 文理这边呢 进行一个翻转 这个翻转呢 它是从零度到360度 对不对 那零度90度 180度 270度 所以说你翻过来的话 顺势针翻过来的话 需要270度 那你直接在这边 270 把270 然后拉一下 你看 所以说呢 这是两种贴图的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呢 你会发现 它系统自动 会把我整张图片 进行一个拉伸处理 因为本来我这个宽度 其实是不够的 对不对 宽度是不够的 那个高度是不够的 它系统自动 进行了一个伸展 这就是一个区别 那你要说两种 到底哪一种好呢 其实我个人 跟你相应于第二种 第二种面样式 更来的 我觉得 更好管理一点 应该算是 因为你统一样式之后呢 你方便 就是进行统一的一个部署 对不对 然后炒图的话呢 因为你这边 会多一个特征 这种 就是尽量去避免 多特征的这种做法 对不对 所以说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这个贴图 那接下来需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裁剪 就是零件也好 装配也好 我们很喜欢看到 里面内部的一个结构 对不对 那看到内部的结构呢 就避免不了 零件进行一个 叫裁剪 那第一个裁剪的秘密 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 叫一个 设置平面 也是在视图下面 设置平面 让你去选择一个 不动的一个平面 我选择一个YZ平面 YZ 然后YZ 我要让它偏制零 就是不要动 基于这个面 我是不能动的 然后你要把保留下来的这一面 给固定下来 你鼠标一下哪一边 就是指哪一边保留下来 等一下这一边 你看这一边就被裁剪掉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个裁剪的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如果你要看整一个完整的 你就把这个关闭 你要看裁剪的 就把这个打开 这个就是裁剪 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另外一种裁剪 叫PMI 我们转到PMI这边 它会有一个抛切的 我更倾向于这种 因为这个抛切可以把它带到我这一个工程座当中 之后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可以把抛切的这个视频 直接转到工程座当中进行一个调用 那这个怎么抛切呢 你只要点一下这个 然后选择一个 就是端面 就是从这边开始抛 那我刚才抛的是什么 就是整一个 对吧 那这个可以支持十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抛 所以我从这个原因出发到这里画一条 到上面画一条 那我希望把这个直角里面的给抛切掉 那么你可以关闭草图 然后告诉它里面的 告诉它里面的就是箭头抄理 然后呢贯穿整一个零件 预览一下 再把整个零件给抛掉 而且抛出来你可以发现 它的截面跟零件的颜色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零件下面呢 它会多出来一个节点叫抛式图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 PMI进行一个关闭 这是一种 对不对 那你可以建多个抛切啊 你可以再进行一个抛切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画一个十分之一的 也是朝里 对不对 往下 那这是一个B抛面 那你A抛面跟B抛面可以同时展现 也可以只展现其中的一个 所以说非常的一个灵活 对不对 所以个人更倾向于这个 PMI的一个抛切 PMI抛切 所以呢这呢又讲到了一个抛切 这么一个经常比较实用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才这个零件啊 从头到尾设计过来的话 其实输入了很多很多的草图的一个尺寸 对不对 那这些尺寸呢都包含在我们这个特征里面 对不对 你选择某一个特征 它都能够把这个尺寸给掉出来 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想 有没有一个就是汇总的地方 对不对 很多参数 你至少把相当于一张参数表一样 所有这个零件的一个参数 我能不能够统筹地去进行一个查看的 那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在我们右键 空白地方右键 掉出一张变量表来 这里面记录的就是我整张模型的 整个模型的所有参数 你看内白的厚度5毫米 对不对 深度是多少 12毫米 包括 拉伸这个外界的是多少 15 对不对 拉伸有限 90 你所有的尺寸都可以在这边 统一进行更改 比如说你把这个改成100 整个模型的长度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对吧 整个长期模型就发生一个变化 所以说这就是你一个统筹的一个变量表 所有的一个参数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进行一个更改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发现一个叫什么公式啊 范围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都是在一个比较高级的应用里面了 所以这边呢我就不去细的讲这个公式能干什么 怎么干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公式呢可以去编辑各个变量之间的一些关系 包括零件与零件之间 零件与装配之间 装配与装配之间 对不对 各个变量都可以进行一个连接 包括公式的一个编辑 我只能告诉你这样 这个呢当然有时候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专门开设一个 关于变量的这么一个课程啊 那这是一个变量表 然后呢就是说 这个模型呢我们就已经建完了 对不对 已经大功告成了 那我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 那接下去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上期有一个网友提出来说 希望能够看一下同步建模这么一个概念 对不对 那其实同步建模呢 是我们西门子从08年的时候 刚推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啊 那市面上呢 可能说有些网友啊 就是对同步建模的这个概念呢 不是特别的一个了解啊 有人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无参的一个建模啊 就老是看一个箭头拉来拉去 对不对 还有一种人认为它是一个直接建模 就是说很多特征 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创建 对不对 那其实西门子更官方的一个解释 就是参数建模跟直接 就是可 可建建模啊 那个叫可视建模 我忘了跟参数建模的一种结合 它其实把参数是放在了一个建模的一个背后 其实它还是有参数的 但只不过这个参数呢 你可能就是没有放在前面了 不像我们以前要编辑草图啊等等这些操作 对不对 它只是把参数放到了后台 去进行一个控制 然后呢 你呢 直接进行一个直接建模输入数字就可以了 这些数字它都会被自动的进入到后台去 那这是一种解释啊 那其实个人觉得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征 或者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指负 指之间呢 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了 那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抛开先 抛开这个模型 我给大家建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同步结膜 把它构筑到视频结膜啊 我们平时去做一个拉伸 对不对 你首先要做的啊 比如说我们一步步来了 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是不是绘制一个草图 比如说我随便绘制一个 接下去 基于这个草图 我要去进行一个什么拉伸 对不对 是我们最普通的一个步骤 最最最普通的一个步骤 然后我这个拉伸 是基于这个草图一览的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草图一 是我这个拉伸的一个负极 对不对 这个时候如果我把草图一 给delete删除的话 你看 拉伸一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因为它的负极不存在了 它当然不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 顺序建模的一大特点啊 指负极 它有一个严格的继承关系 那这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呢 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呢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模型 建完了我交给你 然后叫你给我改这个模型 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啊 不是是怎么去改 而是要去了解我整一个建模的 这个过程 各个参数之间的关系 你要理清楚 因为你万一改了一个 不小心改了一个参数 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参数的 进行一个改变 然后导致这个模型 进行一个变化 对不对 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说呢 那建于这种发展的这种瓶颈啊 因为参数建模发展到这么多年的话 其实已经有一个瓶颈了 那么西门子就是退出了这个叫同步建模 这个说法 那么同步建模这边呢 就是说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顺序建模 全部转到同步 把它改成一个同步建模 那注意顺序建模可以切换到同步建模 但是逆向是不行的 同步建模是切不到顺序建模的 就是说特征是没办法逆向转换的 这个过程一定要牢记啊 那首先第一点呢 它会把你所有的草图 你看给归类起来 对不对 那这些草图呢 在同步建模当中 你可以完全地把它删掉 你不要用 完全没有关系 删除 你不需要再草图了 包括这个投影曲型 你完全可以把它删掉 跟你的特征没有任何关系来 对不对 你看 因为你的特征都是独立的 每一个特征都是独立 所谓独立你可以看 我可以把这个特征进去任意的排序 对不对 任意的排序 那最大的亮点啊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 我这个模型是怎么建的 先建了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一个特征 然后基于这一个特征的 最底下的一条线去画了 这一个圆 圆心 圆 然后去拉伸出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我把这个特征给删掉 删掉之前呢 那我先把这几个孔给什么拆了出来 把这几个孔给拆了出来 把这些拆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直接给删掉 你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删掉之后 底下的这个圆桶并没有 因为我负极特征的消失 消失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当我接到一个修改 比如说我要修改刚才那个模型的时候 刚才上面一个 就是安装台的特征的时候 我直接把它删掉 我重新画一个就可以 因为不会涉及到我底下模型的一个更改 我只要继续在这个上面画个圆就可以 圆住 比如说我继续这个面 画一个80的 画一个80的圆住 然后呢 这个面呢 你可能觉得太唐土了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把它拉上去 拉到这个顶点 你看它自动的进行了一个什么 合并 对不对 自动进行了一个合并 这个参数 可以删掉 不用管它 然后接下去呢 你比如说再次打个空 比如说是50 然后呢 不做到它的原型就可以 对吧 你看非常方便 我直接就把上面的这个方的改成了一个圆的 然后方的改成圆的呢 我可以把刚才 这个孔 这个孔可能已经不行了 我把这个改点大 80 你看我要改这个 原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去改这个草图 对不对 那我现在的话其实不用改太好 直接改这个80 直接的这个尺寸就可以 比如说改成100 好 改成100之后呢 这个孔我直接可以进行什么 你看 孔又回来了 所以说呢 整一个同步建模给你带来一种优势 你就是显而易见了 对不对 非常的一个方便 就是你要改特征的时候 你不用去考虑它指负 之间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 对不对 这就是给大家就是 简单的简单的去演示了一下 就是同步建模跟深入建模的一种差异啊 但同步建模不单单只是修改 它Solid本身的一个模型 它对外来的模型 比如说SolidFox啊 ProEA等等那些文件呢 它也能够进行直接的一个编辑 跟一个修改 所以这就是它一个真正的优势 一个所在 所以说那今天呢 就是第一 要讲这个零件的呢 我基本上就是把该讲的内容 已经讲了啊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话 我们会基于这一个整一套模型去创 去这个讲 所以说那第三讲 我们还是会围绕零件来讲 那第三集呢 我们会讲这个气缸盖 就气缸盖怎么去建 这个呢 也会讲到很多的一些 就是比较很常用的一些 小的一些知识点啊 大家要注意 所以说呢 这一讲就到此为止呢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 第三讲的一个开始 好吧 谢谢大家